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6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这部白皮书全文约1.4万字 由前沿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是在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基础上 进一步反映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发展 全面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文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这一制度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 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 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在追求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艰辛历程中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党派 分与同舟 生死于共 形成了通力合作 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 在这一制度格局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这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 并不断巩固的 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白皮书不仅全面回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程 介绍了这一制度的鲜明特色 也总结分享了长期以来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成功经验 就我们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 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 座谈会等一共是172次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经经济协同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 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意见建议 结果我们统计有730多件 那么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为党中央国务院吸收 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受中共中央委托 这个从2016年开始 八个民主党派用了五年的时间 对口八个中西部省这个省区 这个开展了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工作 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建议 为它的脱贫攻坚取得胜利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白皮书详细介绍了民主党派 五党派人士履行三大职能的内容 形式 保障 成效等 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优势的最好注解 也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 提供了中国方案 徐又生表示 经过70多年的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日渐成熟 但中国不会停止探索前进的脚步 白皮书向世界钻研的宣告 中国将继续借鉴和吸收 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但绝不会照搬照操 别国政党制度的模式 也不会将中国政党制度的模式 强加于其他国家 中国尊重世界其他国家 选择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愿意本则彼此平等 相互尊重的原则 加强交流互建 促进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